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內的夏節 也是北半球全年一朝時間最長的一天 今早的時候 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看到天上的雲也不算太多 開始看到挺好的陽光 原來在負熱帶高壓席的影響之下 衛生影像看到整個南海北部和華南地區 天氣都是普遍晴朗 不過雖然是這樣 雷達影像其實都可以看到 香港南面水域其實都有一些零碎的雨區發展 慢慢靠近到沿岸地區 所以預計香港今早可能都會局部地區有些驟雨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早上的六點鐘 看到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都在二十七八度左右 天氣都有點熱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天晴 但早上局部地區有些驟雨 日間是天氣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三十三度 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會吹著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還有提提大家 預計今日最高的紫外線指數有十 強度屬於甚高 大家如果外出的話 記住都要做好防曬措施 不要曬傷 預計一兩天天氣都繼續比較熱 不過由於電腦的預測圖可以看到 去到下星期頭的時候 隨著一道廣闊燈壓槽 靠近到華南河岸地區 預計一區驟雨會到時會多花一些 更可能會有雷暴 所以我們展望 未來一兩天即是周末期間 天氣都會持續酷熱 大致天晴 而再之一兩天 就預計會逐漸增多 以及有幾陣的淚報 一隻TK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